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也是人 生老病死 没什么 另一件事 我从家出来的时候 把咱们两个人欠我的离婚协议带 包括你那一份我也拿 你干什么 当我拿你的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如果你得的是爱 我绝不会跟你离婚 我会一直陪着你 如果是良心的 那你病好了以后 你觉得我还是没有资格生活在你的身边 到时候我再给你重新签说一份 不同意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去拯救你的 我做主 我会赖在你的旁边 我会一直陪着你 他什么��考虑 天师父 crystals 神九angen 那都是你们厙俗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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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他们必须来的 好 等一下 何剑 明年的招家门诊 我约了一个八十二岁老太太 做白那张钱 等一下 等一下 干吗 我已经把你的工作室窗里关掉了 你现在就是个病人 你要再这么想东想西的 亲密就有放口咬脸 你踏踏实际进去手术 千万别害怕 知道吗人呀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这两年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块儿 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也不想问 我只是弟肃然觉得不值 如果他知道 他大数学休克的时候 连性命都患了没有的时候 你还在跟别的女人归婚 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他妈死了 他妈妈死了以后 是你会死的 是吗 他妈妈死了 跟你有半磨钱关系 他是你什么人呢 他没有别的亲人朋友了 非得要你挺身而出是吗 你认真自己老婆不管 去当别人小子前孙 去帮别人扶林送中的 这还是助人为乐吗 我知道你善良 仗义 要不然我们不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 可是你要知道 善良 仗义 有的时候更糊涂 跟富人之人 只有一切之隔 是吗 我只想告诉你 干证没有两头甜的 如果你想讨好任何人 到最后很有可能 只是自导固执而已 想好你老婆 有任何状况 打电话给我 好 稍微等一下 怎么样 大夫 手术很成功 出血点都止住了 切片已送去做快速活减 一两个小时以后可以出结果 你们耐心等待 不要着急 好吧 好 好 好 你怎么醒呢 醒呢 那个 对了 医生跟我说 说你是那种叫 麻醉脊过敏的 女性体质 然后我不能叫你一次 就你看我怎么睡着了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大夫说了 你就是溃疡 不是爱 你等我稍微给你摇起来一眼 我看你躺着别扭 别摇 别摇 手术后要平躺 医生说了 说话不让吃东西 那个萝卜水排好了 快点好起来 我知道了 然然你最爱你干净 等回家以后呢 我啊 给你放上一缸热水 老叔把他泡泡一泡 来 舒服吗 你擦擦脚 对吗 粗心大意 你说你妈太不想话了 你爸爸公司现在这么忙 她还得整天的往外跑 整天的不招架 真不懂 真不懂事 真不懂事 你说你都知道了啊 奶奶您天天说 我能不知道吗 那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没说错没说错 奶奶您是什么人 享受国务院 津贴的教授 连校长都得 对您客客气气的 可是啊 您一说起这件事来 想个电视剧的那个老婆婆 老婆婆 你是不成心气我啊你 没有没有没有 奶奶最好了 在奶奶家可幸福了 我都不想走了 赶紧写作业 来 听话 写作业啊 写完作业奶奶给你挣螃蟹 好好 帮你 我都不想要 准备了 你 我是 病人因为脑动脉瘤破裂 而入院的 脑动脉瘤 你们不知道吗 病人早也查出来了 一直不肯入院 我妈的眼睛如果一直不好 你什么时候才会承认 是你们手术处的问题 我现在就告诉你 手术没有任何问题 病人的恢复期长短 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就是用科学的态度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打包票 异状弩肉的检查 是不包括脑部CD 和核磁共振的 如果脑部有什么病变的话 也会影响视力 是宿舍 是啊 运人嘴唇你会舒服一点 醒了 唉 来了 我在科里上班 你也把它干涨了 你怎么在病床上 还要不忘考勤啊 科里怎么样 你放心吧 有我在 尝尝我的手艺 她能吃东西吗 这个 什么呀 我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 她说这手术后吃这个 最好 最补元气 尝尝来自宝岛台湾的麻油鸡 小剑 你是医生吗 怎么了 我能吃这个吗 对啊 你抢我妈的脑子 我只跟她说手术后 她就说麻油鸡 估计是她刚做完月子 所以她就说这个好吗 她刚帮人做完月子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吗 你这样 拿过来 挺好的 你试试 我知道 我先给苏然把把罐 让你这个吃货占便宜 你还会做饭 我真不知道 闻着很香 真的很香 那当然 天才不管做任何事情 只有两个字 拿下 其实我知道 她这个是做给我吃的 因为看着我这两天照顾你很辛苦 是吧 你就美吧 等你好了之后 我做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给你吃 不过我告诉你啊 即或是苏然病好了 也不能吃这个 因为里边葱 姜放得太多 会伤她的胃 何正 你的意思是 即便我做出一个更好的 等她好了以后 还是你 吃吃吗 当然了 你等着吧 你竞争好多了 那我回客里去啊 谢谢你 你接着吃吧 谢谢你的麻油鸡 你吃吧 你吃不了 我也不吃 那就盖上 不能快缠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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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那个窗口啊都占了半天了 刚做完手术对伤口不好 就这么多天一个人都憋死了 来 喝口水 拉一拉索 多多还好吧 今天晚上我去把他送你俩给他接回来 怎么 行 我去拿行李 昊莎 你干吗 我找苏主任 苏主任身体不好 你等他好了以后 上班的时候你到办公室去找他 苏主任 作为一个病人家属 我有话要问你 华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苏主任不是你母亲的主治医生 苏主任 作为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 你是不是应该对你们科室所有的病人 负一定的责任 是 作为当天我母亲的辅助医生 你是不是应该对病人负直接的责任 是 那你为什么从术前到术后都没有安排我妈妈做全面的检查 甚至在我一度怀疑手术不成功的时候 你都没有排查一下别的原因 华沙 你这么说没有道理 你母亲眼睛的问题是异状弄肉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做了手术前所有的检查 而且手术非常成功 这些都有记录可查 你们后来不是又去了别的医院吗 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而且我记得你们要求再次入院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你的母亲 有没有做过脑部CT和核磁 她说刚刚做过体检没有任何问题 听上去真是滴水不漏 可是我妈死了 你找弩肉能要人命吗 她是脑动脉瘤破裂死的 正是被你们害死的 脑动脉瘤 对 我们老家的地方医院都查出来了 说已经压迫了湿神经 所以才会一直视线模糊 就算做了眼部手术 依然是视线模糊 就是因为视线模糊 她傍晚去倒个垃圾就能摔跤 把脑动脉瘤给摔破了 知道吗 你跟那个和谦不是口声说要负责任吗 现在人没了 你怎么负责 对你母亲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遗憾 也很难过 但是如果病人有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体状况 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们毕竟只是眼科 不是脑外科和神经脉科 你这是在逃毁责任 皇上 皇上你别太过分啊 我妈没了 我妈没了 就是因为你们现实淡淡地说是 说货恢复其一切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妈没了 我怎么可以相信你们 我怎么可以相信你们呢 苏人 你欠我的 我家 我家 有 我你知道 你 我 她 我也 К 责任不在你 你说得没错 责任不在你 回家 多多 再看十分钟就洗脸睡觉了 明天还要上学呢 奶奶在让我看我吗 你看你 一看电视就不知道几点几分 要上学了明天知道吗 爸呀 终于见到你了呀 吓死我了 看风花片 好想啊 好几天上哪儿去了 妈 公司特别忙是不是 你 怎么了 这么瘦了 累的是吧 吃饭了吗 我吃了 我跟你说蒸的包子 我给你去拿去 不是不是不是 妈真的 爸爸 我妈呢 那个谁妈你们做 我跟你说个事 是 苏冉 苏冉住院做了个手术 我妈做手术了 她都生病了 她是未出血 主要是胃溃阳造成的 但是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今天刚刚出院 多多 去拿衣服 咱们去看看你妈 好 快去 快去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明起 苏冉她是个 妈 嗯 等待 你 抖し 哈哈 LL 抖忈 Allow me to bitte 你 你从院都不告诉我 要是我知道了 给你买好多零食 给你拿着PSP姐们 来 奶奶进来 来 坐啊 谢谢 谢谢 坐吧 倒点 不用倒点水 我来吧 我来 不用了 不用了 苏然 让明琦去坐 爸 我们快吃了 赶紧去洗澡啊 儿子 你怎么样啊 这么大 晚上还把你给叫过来 没事了 没事了 这胃病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好的 要安心养病 知道吗 好啊 来 妈 喝水 瘾酸瘟弄那饭怎么没吃了 都凉了 爸 吃不下了 你 没胃口啊 怎么回事啊 这都几点了 你还没吃饭呢 要不说你得胃病呢 就是这样 鸡一顿饱一顿 这饭都凉了吧 这还能吃吗 没事一会儿我 要是想吃了我给他热 那个什么 我那两张纸呢 好 在这儿 你这个孩子就是这样 自己的生活自己不好好调理 你还是大夫呢 一天到晚病病痒痒的 这说出去别人都笑话 你知道吗 你看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啊 是我写的这个养胃病的方式啊 每天吃什么呀食谱啊 注意的事项都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谢谢妈 这是妈专门给你抄的 胃病的注意事项 胃病的人也要注意记嘴 吃过了过烫过烫过硬过辣过年的食物 嗯 那个儿子啊 您给奶奶 给妈弄点水果吃 哦 香蕉包了啊 奶奶不吃 奶奶不吃 我跟你说 虽然这个香蕉啊 有胃病的一定要多吃 它是保护胃黏膜的 知道吗 妈妈吃 妈妈是病人 来 多多 来 好 你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去上班吧 那不行 今天啊 是最后一次输业 等输完业注意角色啊 等输完业 做检查一切都正成了 那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拦你 小心 这你的车 对啊 你什么时候换车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让马哥把那个车给卖了 哼 他换了个跟我一个牌子的 情侣车 夫长无随 慢点啊 好了 苏主任 有事让您叫我啊 好 谢谢 来 那个手机房 我爸也没那么呢 你先回去吧 要输两个多小时呢 没事 我在这儿陪你 反正我今天没什么事 去公司看看 公司里没事 公司里没事 我 我找赵总 赵明琪她不在 她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回来我还真不知道 您是 我是这儿的副总 姓马 您好 麻烦您等赵总回来 跟她说一声 我来过了 我姓华 你等等 姑娘 你说 你说你大姑娘 总在工作时间来找赵明琪 你 一是对她影响也不好 另外 你这儿也有人戳你急量骨吗 是不是 我找赵总有事 没什么正事 看你这条件吧 你说的条件挺好啊 模样也俊朗 你说你就正儿八经的去找一个男人 去谈恋爱呀 去干嘛 多好啊 你说你缠着赵明琪一个有家有始的人 算哪一道啊你 一个女人你贤良淑德得懂吧你 赵明琪这钱该给的你也拿到了 是吧 房子你也有了 你该放手就放手吧 你就别缠着她了行吗 大叔 你懂爱吗 您得点痛吗 留着数钱是吧 怎么说话呢 我不懂爱 我媳妇对我好着呢我不懂爱 喂 马哥 明琪 你那个还是赶紧回来她吧 公司这儿有急事我等着见你 我现在陪苏然在医院里边输印 你马上马上马上 你刻不容缓你赶紧 好吧我等你 行我知道我马上回来 嗯 马哥说公司里边出了点事 让我过去处理一下 我去说叫你回去吗 没事 我睡完夜子得打地回家 你去吧 你别挡车 我快去快回 我可快就回来听听明白 不用来接我真的 听话 我必须来 另外一会呢 我也会跟护士嘱咐一下 如果他们谁要是放你走的话 我跟他们急 好 好 马总 我今天过生日 下午一起唱歌 过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这几点了才来上班啊 还过生日呢 你赶紧去吧 你赶紧去吧 怎么了万哥 运气 这华沙又来了 让我给您走了 我跟你说这小狐狸精 现在越来折腾越厉害啊 运气 你真不能这么纵步他 你说他把这当什么地方了 没事就来溜达一趟 还真把这当成他们自己家后花园了 我一点对他都没客气啊 我替你教训了他一顿 我把他骂得哭爹喊娘 那找不着配 那个马哥 在公司里呢 没必要对他这样吧 不是 运气 我是真不想掺和你们家户事儿 但是这会影响公司士气 你知道吗 你想想 如果这公司员工都知道你拿公司账上的枪 往这小狐狸精身上贴 这什么后果 你可别怪马哥没提醒你 如果这么搅和下去 早晚有一天 这得重判亲离你知道吗 快起来 知名一下 线 Aven ط 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声声声 来 姑奶奶 你吓死我了 你干吗不接电话呀 你怎么又给关机了呀 给你打开了 会议再关了 想你妈啦 行了 别难过了 有什么事过不去呀 你不还有我呢吗 有什么事想不开的 你打电话找我 我就算翘班 我都会回来陪你聊天 不能再玩失踪了 知道你现在不想跟我说话 没事 我看你好好的就行 行了 我也得回去上班了 要不然真被开除了 你这不还没吃饭呀 到这点 你可真行 我一会儿给你交易外卖 记得给人开门啊 好好的啊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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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款嘛 那个谁 小黄小姐 那那个明天呢 我想取个五十万 您看行不行 好好好 好 丢咱们订了 嗯 苏主任 我得下班了 你快回去吧 小李 赵总叮嘱过 您可千万不能走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也不怕伤了眼睛啊 没收 那你来收啊 老赵呢 去公司办点事 让我在这儿等着他 说一会儿就回来 明天快回来了吧 老婆 来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输业了 是的 明天我就会来上班 啊 我们还正想趁你不在的时候 好好发挥一下工作上的潜力 你就这么快打击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我就那么不说欢迎啊 谁敢说你不说欢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马上就春节了吗 你干脆练让那个春节长假 多休息一会儿啊 别折腾了 不管你们欢迎不欢迎我 我都要回来 咱们可是本来人就少 我这半年又是学习 又是撞车 又是违离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我是不是应该去烧烧香啊 对 去越远的地方越靠谱 太晚 反正今年春节我也不回家 干脆你的活儿我报了 反正每天把游戏干你也挺没劲的 还不如就此负伤的有意义 你觉得呢 我出院那天 华山来找我了 他找你干吗 他母亲去世了 脑洞脉瘤突然破裂 你的意思是 他妈妈之前吃力模糊 除了异状脑肉之外 也有可能跟东脉瘤有关系 那他找你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脑神经外科 还是他觉得我们的处理有问题 我跟他解释了 而且我当时也提醒了他母亲 脑部病变有可能会引起视力问题 但是他妈妈跟我们隐瞒了病情 那就对了啊 我们又不在等 怎么会猜到他有脑瘤啊 我们是等 神 反正我觉得吧 我自己扪心自问 这如果是别的病人 我会不会劝他 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我觉得吧 你不能把全世界的包袱都背在自己身上 你没有错 非要说有什么过失 那也是我这个主持大夫的过失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你别管了 现在刚好有多一个理由 你这几天就别来医院了 人家分明就是来挑事的 你还跟人家起正面冲突 这不振扰别人下火的吗 你还非得要 不见你来了 来了 我来看看他 好 这个 马上不是要过节了吗 然后你看 他这人没好利索 你 帮帮值班 你看 我跟你先生想的是一样的吧 你放心吧 我已经主动申请了 不过呢既然你也提出这个要求 我就觉得现在是非常合适 我也跟你提出个要求 我觉得你应该包个红包给我 这个你放心没问题 到时候我准备两个大红包 一个给你一个给我儿子 那不行 我的必须比他的大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这么大的一个 这扣扣 这扣扣 去 走了啊 走吧 那行我们走了啊 慢走 拜拜 来 梁姐 五十万 消账 你干吗回来了 马总都问了好几次了 这个 这个给我 对了 马总上次预知那个招待费 包包单填好了吗 填好了 那行 你给老徐看一眼 如果没什么问题我来签字 好的 走了 马姐 走啊 怎么回事 这次怎么让人发一千多啊 他们这乱收费 你不是乱收费 不是今天才有 你躲着点人家不行吗 我上次开会还说 外出跑活的时候 千万给我防止降低成本 你这你们降低 这给我罚 我告诉你 我这次处理你 你干嘛呢又 罚那么大火 又让人给罚了 罚了一千多 你说我不说要怎么弄啊 培训还是很重要的 我培训 我回来盯这事 民棋我正好找你呢 VPS这事彻底晃了 怎么晃了呢 人家内定张大东那公司了 而且春节前就要完成签约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咱有内线 你呀之前总靠那老徐去拿消息 那都是外围的 跟咱们给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张大东出手比咱们很多了 其实要我说啊 马哥 这事黄了也就黄了 无大所谓 既然他们VPS公司这么搞的话 将来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 对不对 所以这种公司不合作就罢了 明棋我说你要这么想 这就对了 黄就黄咱们靠自己不行吗 对不对 那那我出去学习的事也算了吧 你挺费钱的 马哥 我亲亲的马哥 咱们的学习还是去 咱们不说好 咱们去学习一位 对不对 为了把咱们公司做得更强更大 你跟别人有竞争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先进的管理的理念 对吧马哥 还是去学习 还得去 还得去 行 行吧 你 你干嘛你要出去啊 我先回去 我家有点事 那行 那你慢点啊 行 行 慢慢 小心点啊 好好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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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